一早数百名法轮功学员 聚集在装环爱丁堡广场练功 揭开一天的庆祝活动 接着有妖鼓队的表演 学员们向李洪志师父祝贺生日快乐 并高唱多首歌曲 当唱到得度这首歌时 许多学员不禁泪流 早上庆祝活动结束后 约五百人的游行队伍下午两点 在天国乐团的领头下 从围园起步 不少大陆游客 纷纷以手机 相机拍下画面 比较震惊 非常震惊 那你觉得说像皇宫 他们想要用真善人要求做好人 这种信念是很好的 看到有这样的游行 会不会觉得很意外 很震惊 对对 这个在国内肯定是没有的 那你觉得像皇宫 他们要求做真善人的好人 你会不会支持像做真善人这样一个信念 这个信念肯定是有的 但是这个 在国内宣传不一样 对 是不一样的 那会把这个拍下来的东西 带回去国内亲友看呢 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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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挺壮观的吧 每个人都有自己追求权利吧 对 对 很震惊 因为在大陆根本看不到 历史第一次过来 就还好啊 挺自由的 游行队伍途经港岛区的闹市 经过两个多小时 抵达终点 中山纪念公园 对 对 mí 旅行 对 轮迹 距旺 对 后期 打开 对 那个小时 对 那个 Sovi願い 是 有 这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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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